其实我个人想做这一期节目很久了 但是因为之前找不到人还有时间安排的问题没有做到 我们今天要做的东西就是这个 Proton X50 的车主分享影片 然后今天跟以往的这个影片不一样 是我找来的两个车主 一个是我们的同事凯凯 他拥有他的 X50 一年半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 X50 Group 的这个创始成员 文姐 嗨 他是第一批车主 他的车开了快三年 所以我相信今天的影片应该会很好看 然后会问他们一些问题 然后在影片开始之前 大家帮我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这边 这边 嘿嘿嘿 OK 第一个问题要问你们是 这辆车你们一个开了一年半一个开了三年 你们觉得有什么优缺点要跟大家分享的 其实这辆车对于一个女生来讲 那我一个女生驾这辆车我觉得 优点是蛮 不会利多于弊的我可以这样讲 因为站在一个女生我们不是很厉害车的东西嘛 嗯 可是这辆车给到我都是一个安全感 我可以这样讲 嗯 因为我是驾着 Flash Sheet 的版本 就是可能有那个 Atas 的那个 System 嗯 然后还有 ICC 啊 还有这个 Dial Pressure 啊 我相信很多女生都不会去去查那个轮胎风 啊 轮胎风 或者是我们这样讲 有时候我们驾到一半 它有没有插到丁 我们自己也不知道 除非真是到很扁了的时候你才会发现 就是它有那个 System 就是你真的是 Palm Jet 的时候 它可以提醒你 对 它 alert 到你咯 就是提醒你 至少我们这样讲嘛 就是 alert 到我 我们也不需要靠男人嘛 嗯 我们自己嫁去 Watch Sheet 都可以啦 哎呦 老公跟男朋友就是拿来用的嘛 应该要讲到 ICC 你觉得 ICC 的使用场景你比较常用在什么地方 因为我们是 City Dry 多嘛 所以我会觉得 ICC 对我来讲是很有用啦 因为大家都懂嘛 在 City Dry 时常遇到的是 Traffic Jam 嗯 所以有时候真的是 可能真的很累 我就会开在 ICC 给它这样子跟着走哦 嗯 就不用不用去飞神讲 踩 Black 踩油什么 其实它是要抓着 Sterling 的 因为它 30 秒后会 alert 你嘛 可是你不用去飞神去一直踩油踩上踩下踩上踩下 然后这边要提醒大家 像这个 Function 是给你方便罢了 你们不要开这个 Function 都玩电话 啊 不可以哦 会发款咯 会发款咯 而且现在发款很贵 嗯 然后 呃 除了这个东西以外 你会不会觉得那种 High Proton 的功能 你会有用到吗 偶尔会用一下咯 因为新来有这个 Function 就用掉它咯 而且讲真的 有时候你驾车的时候 你只是讲话你的手不会去动 不会粉身 对对对对 有时候我过拖还是会用的 过拖还是会用的 过拖的时候还有 High Proton Open the Window 是因为有时候你过拖的时候 你前面有车 一直顶住 可能你要顾 Brake 然后你要去顾开那个 Power Window 有时候会分心 没有耶 反而是讲没有车的时候 我开开快的时候 太快的时候我需要做 Open 然后要过拖的时候 我就不想要手离开方向盘的时候 我才会叫 Open the Window 像我平时产品是设定阿兰 我都是这样子用的 这样 巧巧你的车是 不是Fresh 吗 你是 Premium 吗 这样你觉得 Premium 跟Fresh 比的话 你有什么看法 我的看法就是 我上次出过一个短影片 我是觉得 Premium 应该会比Fresh 来的省 有一点点 毕竟是 MPI 跟 TGTI 的差别 然后 它的差别就是 我买 Premium 的原因 是因为我 没有需要用到天窗这个功能 可是后织后织 我觉得天窗 到现在为止 对我来讲是不需要 可是还有一个东西很需要 就是吃个 ADAS 功能 所以看 我没有记错的话 如果是Fresh 版的 它的这个 0-100 加速是 7.9 然后 MPI Turbo 是 9 秒多 其实差了快 2 秒 我觉得 就是 Budget 有够的话 吸这个Fresh 会比较好 当然你可能牺牲的是一点点油耗 然后 你带来的东西是更多的 更好的加速啊 然后更好的SPEC等等 我觉得价值 价值 价值会很好 长途来讲应该讲 Fresh 会 Decreement 来得更好 更舒服 接下来我有一个问题 要问两位 就是你们在这个用车期间 你们的车子的 会不会给你们一些问题 然后你们觉得 它的品质啦 汽车的品质啦 跟一些国际品牌 跟日本车 跟欧洲车比啦 有什么差吗 首先我先问KioKio啦 KioKio你的车架了一年半 你有没有什么突发情况 让你的车BRACK DOWN在路上 一年半来讲 没有这个问题 没有这个问题 也没有什么 出现什么冷气不够冷 所以OK的 Condition 都很好的 而且你讲品质方面是没有啦 而且如果讲Design方面 我也是觉得 它也不输外国啊 我是觉得Proton 在这方面已经有加加成了 他们的审美观 OK 可能一年半 可能会有人讲一年半 可能做不到标准 我们来问一下问题 你的车快三年了 你价了多少 你价了整接近七万五了 三年七万五 就是其实你一年 其实会超过两万 会 所以你讲的话 应该会更有说服力一点 它说啦 是没有BRACK DOWN过啦 好像他刚刚讲冷气 我想其实我想讲很冷耶 其实Proton的冷气 真的啊 很冷一下的 然后 so far没有讲一些的 引擎的问题啊 还是爆啊 这些是没有啦 因为如果我刚才有看它的车 我发现到一点事情 你的车跑七万多了嘛 因为 X50里人家讲是三缸 可能久了之后 Mounting坏了 它会抖啊 它的车还是那种很平稳的那种 我刚才坐它的车的时候 它的就是 在Start Engine的那一刹那 你摸Dashboard 还是稳稳的 就是讲 虽然它的车七万五啊 七万五啊 那个Mounting还是没有问题的 够力耶 你想一下七万五 一般的人要驾多久 如果以normal一些人来说 可能一年两万七万 七万五 七万五 五年的车吧 五年的车吧 就是 这段时间里面它的车 那个整栋是没有的 你知道啊 所以就代表它的Mounting状况是好的 所以就是 所以你讲到这个 我也是没有去觉得 我车有很像你们所谓讲的抖啊 这些全部没有啊 就没有什么感觉到 你问我的话啦 说法是没有所谓的那种 创肩 Bread down啊 或者是 好像你以上所爱讲的吗 嗯 那种 那种 它就没有啦 什么东西坏啊 可能Bread坏啊 这个东西坏那个东西坏啊 完全没有 一年半的没有 三年的啊 也没有 所以你们觉得这个品质跟外国车比是 可以有的比啦 以这个价钱来说的话 我会觉得没有什么好挑剔啦 以这个价钱没有挑剔之余 如果就算是有东西Bread down 我也觉得 我相信它也不会比外国品牌修得来的贵 对 所以 so far我可以讲你们的车是零问题啦 零问题 当时是零问题啦 希望以后也是零问题啦 对啊 我看了我还用三年 这样我觉得我 其下来的一年半 我还是放行不去用的 刚才你有讲到一点啊 就是它的设计啊 或者是它可能内装的材料啊 那种 有什么看法吗 你同样啦 跟国外品牌比啦 你觉得怎样 我觉得以这个价钱来讲啦 是ok的 它蛮sporty 而且也很fancy一下 就是它不会让我们看到很像是 以前我们一上车 哇那种旧款的车 嗯嗯嗯嗯 而且它的你有没有发现 因为我们的S50的Q 就很像我们讲的那个飞机 飞机啊 所以也很演嘛 然后再加上 呃 我们的那个 button 全部的设计到也很好 然后重点是你们Premium跟Fresh 它是那个双色的那一桩 对 红色的Lider 真的我还到现在我也是这样讲 我是觉得每次进到车楼 你还是感觉到那个高级感 还是觉得很新鲜的 不会讲一进去哦 外国品牌多数都是黑色到弯的 黑色到弯的 就看到 没有那个层次感 外国品牌选纯黑色那一桩 是因为黑色容易购 嗯 但是这个红色真的是很 ice catching ice catching so far我已经弄 弄暗脏我的红色的 给你宝贝车咯 你也是没有弄暗脏过的 so far是 就算有人在我车弄倒水就好啦 也不会到很暗脏啊 很容易清理 所以当时你们买车就是 会不会就是因为给这个那一桩片去 有一点 有一点有一点 因为我这么不要买下一飞 我是觉得 黑色那种没有这样ice catching 对啊 因为你驾一辆车 真的不是只做外观 因为你驾车你就在人在里面了 对你要输出 对因为你驾车 一辆车你买回来 外观可能是你上车下车从你看下 是 然后你最常坐在车里面驾车 你要对着那个interior 对 那个才是重点 所以对我来讲 嗯 审美还是 当下还没有疲劳过 审美疲劳 而且再加上 以我的高度 我驾自辆车 我觉得那个 那个视野 跟那个椅子的速度 很仰我 因为很多人家 他们需要去买多一个枕头来垫嘛 可是我就觉得我都不需要 就刚刚好 刚刚好 而且我又比较坦鞋嘛 有时候 所以 以一个这样矮的人 还要坦鞋来驾车 我觉得刚刚好 我觉得她的观点好 因为很多女生都觉得 这种算是高车 她们都不需要驾高车 不过我讲老实话 在我们的X50 Group 女车租其实蛮多一下的 应该蛮多一下 应该有占一个 30-40% 我们有记错的话 有 因为以一个女生来说 驾这辆车 其实她也不会到很大 也不会到很小 我觉得是刚刚好 以我们女生来驾的话 哦 重点是这样好好看 很Sporty 我当时女生买车 有一个很特别的点是 她们买车 她们不去理什么空间啊 SPEC啊 动力啊很少 重点是第一眼是美不美 对 然后再加上空间 其实对我们来讲 你都懂啊 我们女生就爱 就是pick up我们 放我们的鞋 放鞋 可能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讲 别人觉得外国会比较像 可是 我买Proton的原因 还有跟你不能一样 都是看性价比 到底值不值得吧 这有没有针对我 就是这种 因为 可能 大家的钱包厚度不一样 想要拿到这个钱的 之余 有这笔钱 要拿到相同的价值 或者是高于这个价值 当然高于我们不捨求啦 当然 相同价值还是给到我们 确实啦 在这个价位里面 它性价比真的很高 而且讲真的 其实我看法也是一样 那个内装是真的很 你 你 没有在险啊 是 你如果在别的牌子 应该不只是一百千 嗯 是 是 因为我觉得以这个价钱 拿到这样子的 配我们俩的 package 我觉得没有 没有那么好嫌弃啊 可以这样讲 当下买这辆车 真的是没有讲什么 它不好 哪里不好 比如懂 你这笔钱花下去 值得 我就在这买 不过我是很开心啦 听到这边 重点是那个车 你们两个都没有 遇到什么问题啦 可能我们也信誉之神兼顾 你有拜神啊 你有拜神 可能你们去booking车 所以我拜拜一下啦 有啦 而且我们也会照顾车啦 所以你车买回来 有去开光一下吗 没有啦 可是你有在那边 拜神先先 那边拉车时拜神 有一个没有拜到咯 一个是我个人疏忽啦 哈哈哈 接下来的问题 会是重点 会是今天影片的重点 你们的车子 因为你们刚才讲到 你们车子是没有遇到什么 呃 故障什么 嗯 所以 这个问题主要是问你们 就是 你们平常去保养车的时候的 after sales 啊 啊 service center service center 就是Proton的人怎样啦 啊 Proton的service怎样啦 哪个对你不好称 你现在讲出来了 跟你讲了 ok这个我要先讲 因为我相信我作为一个半年的Proton车主 我很有资格 讲这句话 我去过的service 我去过三间 我半年里没有去过三间 呃 因为我的活动area 都是在Puchong 不可以交流 所以我都是在这三间 哦原来你住附近 你暴露了 全部人都知道的东西 哈哈哈 我讲回重点就是 因为我在这边附近service 嗯 Puchong 两间我去过 我觉得都ok 然后还有一间是在那个 Kinara Industry Park 的那一间 我忘记还叫什么名字了 那以前我去的时候 它的service也不错 所以给我来讲 而且其实我以前的Iris 我有cramp过东西 我有cramp过两次东西 然后这两次 他们都以很快的速度 settle 所以对我来讲 Proton的after sales 我是可以接受的 而且我最后一次cramp东西 是在2021年 不久前其实 这样很不久哦 不久前 所以我觉得我讲的话 应该是有一点点工信 有了 然后现在就看两位 你们觉得它的after sales 怎样 我先讲我一年半啦 so far 因为我也没有什么claim claim什么东西 因为毕竟还行 跟着车 如果你讲service方面 我是在安邦 service的 可是不是我去service 我叫我弟去service so far来讲 没有什么问题 基本上是 也是你讲的一样 今天拿车去service 今天就ok 很快settle 很快settle 就是里面我其实有去过三个service center 我会蛮喜欢其中一个3S的center 就是你刚才所讲的 Kymlala那一边 Kymlala那一边 因为我是到处走的嘛 所以对我来讲就是 去到哪里service到哪里 算是吧 可是你问我后 我会比较喜欢来简 第一就是 它的customer service很好态度 它的follow up 还有就是 我们要的就是一个 就好像我们 要的就是一个态度嘛 还有就是他 我有问他就是 大概service几乎 他会给你一个estimate的try friend 然后他的service center 让你休息的地方也很舒服 通常也不会拿你很久时间 他们已经setting好他们的schedule 就大概一个小时 你就可以拿到你的车了 有免费咖啡喝吗 有 有啊 还有一个东西就是 我很喜欢就是 他们的booking方式 以whatsapp嘛 他们很快会回答你 我就是不是讲他信了 可能半小时后才理解你的 不会不会 就可能有时会啦 因为人嘛 太忙了 午餐时间放过人嘛 就是 我会觉得就是 就是他不会拖到你去另外一天 然后当时 很像我是这样子 就拿你服务到哪里 走到哪里 我就是有时可能 其实要服务到我会忘记 可是我可以再 怎样讲呢 我今天想起来我whatsapp的时候 他很快可以slope到一个位置给我 我会跟他讲 我其实要 我大概这个时间 你可以给到我嘛 他很快会给到你response 那很好耶 因为有些人就是赶时间 对 这样如果是pick season 如果是大日子啊 你要去service 基本上是没有味的 是没有味的 所以我就觉得应该可以去别别 因为我一直都是去同一间 不过他也很好啦 就是很像你刚才所讲的大日子 他也会提前跟你说 下次你接近 因为他们会看你的热气的嘛 就是你大概你要提前一点 因为怕大家大日子嘛 就不来穿 可能你的下一次service schedule可能遇到大日子 他会问你要不要提早service 没有他不会问你要不要提早service 就是跟你讲 你remind你啦 你要提早来给我们booking 因为怕那个吃太多 这样很贴心耶 我是听讲很多rumors 就是讲什么 哎呀X50零件不够啊 这我应该听过吧 我相信啦 我相信啦 那应该不止X50 对啦 因为我们都知道嘛 aftermco过后 市场上缺货的一些晶片啊 我讲老实话 这个东西其实真的是 aftermco过后 不只是proton遇到啦 就是很多brand都遇到 这个是老实话啦 呃 因为我也有听过别的brand 也有遇到 但是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东西 对 只是马来西亚人可能放大这个话题 毕竟是国产的本地车 他们会放大这个话题 其实断货东西随走断货 只是讲断货之后 补货的速度快不快 这个才是一个重点 嗯 三个礼拜我觉得OK OK 接下来的问题 就是要问各位保养费用了 因为毕竟这个有车有turbo 然后又是SUV 保养货用会不会比较贵一点 首先我一年半来讲啦 I mean 以前的service 钱来讲 普通都是270块到300个多块吧 最贵我试过是500多 是不贵啦老实话 最贵啦 我试的啊 对对对对 如果你的车 你的车采用一年半没有什么参考的 这个价值 对还是给予它吧 还是问回你 呃 我觉得还 acceptable啦 reasonable 的价钱的价位啦 如果我们average 来讲的话 把minor 跟major 大概只是在400多 嗯 average price啦 有时候就让它这样讲 一些minor service 可能200多 开始380 我有事过600多块的都有啦 就是换表的东西 已经跑了一些不同 因为我现在是7万嘛 嗯 所以可能还有 之后的应该我觉得 还有一个major service 保养计价钱 因为它的价钱都很透明化了 嗯 所以如果要买S50的车主 他们可以先参考 它的maintenance fee 是多少 对 所以你们去service的时候 它有叫你们加那种optional的东西 什么黑油精啊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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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选择不要 对 所以这个点要跟大家讲 就是你去service的时候 有一些东西 并不是compulsory 啊 compulsory的 你可以不要的 所以你的service价钱就不会这样高 然后接下来就是电池 换过电池 没有换过电池 也是没有换过 我换过两次了 不过毕竟你的车也 有一定年龄 有一定年龄 所以也正常 平均一个电池用多久 我讲最后一次我换的时候 就是大概用了一年半 一年半 第一次的时候我忘记多久 第一次蛮久一下 我记得 换电池的费用 呃 ok 电池费用这个我也会讲个人各的啦 就是因为电池有很多的不同品牌跟类型 大家根据你自己要的budget去咯 因为我选的range大概是在400的 你会选比较好一点的 因为其实电池比较好的话 它的那个电力的supply也会比较稳一点 因为我花钱的价值会考虑到它的安全性啊 这些全部 就是不要麻烦了 如果你可能换一个比较便宜的电池 可能一年就要换也是麻烦 对 不过我有东西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的Iris 我刚才不是讲我叫半年 嗯 半年里面我只换过一次电池 哇 为什么这样这样好啊 我第一次电池 顶了六年半 六年半 对 你是很少加吧 没有你电池你很少加 它也是会那个 它也是会变掉 它也是会变掉 对 所以我也很奇怪 为什么我电池那样六年半 and then 我我我拿了我的车去换电池的时候 那个老板换电池的时候 那个老板换电池的时候 看到蛤原装电池 像我突然想去问了 你买的那个Proton的 是不是你们有丢了 怎么给你这样好的电池 OK啦 在影片的最后 我相信大家已经听到很爽了啦 我就希望你们给 可能还在考虑 S50的车主一点建立啦 因为我相信 以这个性价比还是很多人 会考虑它的 所以你们对它们有什么 嗯 想说的话吗 来吧 如果是个人观点啊 纯粹个人观点 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觉得就是 首先你买车的话 你就考虑回你自己的价格 因为这个是很重点 然后还有就是 可能你还要考虑就是 yes 可能今天我让你买了这辆车 但是你还要考虑一个就是 它的长期保养费 嗯 这个也是一笔cost来的 嗯 我会觉得就是个人 经养经济啊 我们这样讲啦 就是看回你自己本身 你综合几个条件起来 你再决定咯 嗯 对啦 也不要去盲目的去跟风 讲啊 我要这个我要那个 你要想下啊 就是后期的保养啊 还有就是性价比能啊 嗯 你的 budget concern 不要为了因为一些东西 然后硬硬让自己 去买更贵的车 负担不起啊 不是啊 负担不起 可能你负担得起但是 辛苦咯 我会觉得 人活到就是要开心嘛 就要让自己做车 车 我们都已经做车奴了 不用做这样大的车奴了 嗯 这样我问你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啊 再给你选回多一次 你会不会选它 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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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很像 现在我驾的这辆车 我会把我像这辆车的一些的 feature 我会来带去考虑我下一辆车 就是如果我下一辆 我想换车的时候 我就会去想 诶这样 这辆我要的车 有没有这样子的 feature 哦 所以就是这辆车 已经改变了你对车子的 需求啦 对啊 就是因为我已经习惯了嘛 360啊 这些全部东西 就很像我们都知道 这些贵车都没有360啊 啊 所以 我习惯了 就可能你对它有一点怨恨 但是还是爱它的 是会有啦 就很像你跟你的另外一半 有时超超 但那你是很讨厌它的 有时是想中它 罢你罢你罢你 罢你罢你 罢完了之后还是爱它的 也是爱它 可是如果你问我啊 我还不会选回这辆车啦 我是不会选回的 因为我还是会选 你会选同一款车 但是你会买highway 不是买这个吗 我还是 我经过的工作机 嗯 upgrade flagship会好很多啊 真的 我还是会选 毕竟真的只是 我们应该是性价比啊 看性价比 看性价比 因为以这样子的价钱来讲 可以拿到这样子的 我觉得ok啊 真的很高 买车也要去养车 这个 买车容易 养车难 看自己的能力啦 看自己的能力啦 嗯 ok啦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内容啦 可以 所以就大家如果喜欢我们影片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然后在下面可以留言一下 你下次还想看到哪一款车的车主分享的话 告诉我们啦 我们尽量安排 好啦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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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